为了营造课语自然学习环境 县府文化局今年配合课委会 办理课语说故事活动 在国新乡图书馆 以及文化局图书馆 各办理10场次 希望借由父母带着孩子 一起来听故事 用平常心来学习课语 了解课教文化 为了营造自然学习课语的环境 文化局今年特别配合课委 推动课语的政策 办理了刻画讲故事的活动 今年我们特别在国新乡公所的国性图书馆 还有文化局的图书馆 各办理10场的一个说故事活动 这个活动主要我们希望说 大小朋友爸爸妈妈能够带着孩子 来这个图书馆的环境里边 透过一个自然的学习里边 能够认识我们的客家文化 然后自然而然的学习课语 那我们希望说今年算是事半第一年 那我们希望说对于客语讲故事 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来参与我们文化局 现在正在招募客语志工 那希望明年我们有机会 再来执行这样子的一个计划 把我们的客语能够自然的落实在生活里面 这一次客语说故事活动 邀请到太中故事协会来说故事 老师林淑婷表示 借由绘本来引导孩子们学客语 最后衍生存写卡片 送给父母或是朋友 借由这样的方式 让孩子们互动学习更加落实 今天很高兴由南投县政府 然后邀请我来做这样子一个说演故事 用客语说演故事的 今天说的主题呢 就是不会写字的诗子 那这一本书呢 一开始的时候暖身活动呢 我会用两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国语版的手指摇 第二个就是配合我们的客家语的活动 来一个客语版的手指摇 那在讲故事的时候呢 我会尽量先用客语的方式呢 来说演这个故事 让孩子呢 进入这个故事的情节 那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再来一个延伸活动 延伸活动呢 我使用的就是 画一个爱心的卡片 然后里面呢 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 你会写字的话呢 你就用手写 如果不会写字 学龄前的孩子的话呢 你就是用画图的方式 将这个爱心的图卡 里面呢 有你满满的爱 送给对方 国信乡公所肯定文化局 办理客语说故事活动 传承客家文化的用心 也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加入文化局 说故事志工 一起帮助客家文化传承 记者陈云志 国信乡采访报道